美国的贷款维持在低利率的好时机 房市交易量持续火热 南加州这一家华人贷款业者 不但要帮新移民 还要服务刚从学校毕业的社会新鲜人 能够顺利贷款买到房子 成功立足美国 暑假全美买房看房忘记 来自亚洲的新移民 如何站稳美国梦的第一步 耳湾贷款专员许思宇强调 目前美国利率低点正是贷款好时机 现在利率是历史新低 然后对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好处 如果你的信用分数很高的话 你的降低的金额会稍微多一些 因为你可以带到的利率会很低 不只贷款利率低点 迎接暑假后的就业潮 许思宇也提醒中国海外毕业生 与社会新鲜人 只要准备好初审存款与工资单 就能申请贷款 如果拿到合法身份 贷款额度更高 已经有绿卡的话 它如果没有特别多的贷款的话 它的信用应该就是 如果每月有开银行卡 这样按月交付的话 它的额度应该会比较好 如果比较好的话 它的利率就会非常的低 至于没有美国合法身份的外国人 也不用担心 只要准备好资料 贷款相对很容易 外国人贷款的要求就是需要 您的银行账单里面有30%的首付 还需要您最近的收入证明 这样子就可以做到4.5%的这样一个利率 鼓励把握贷款利率低点 额弯贷款还提醒顾客 选择与建商关系密切的贷款公司 还能相对缩短审批时间 拿到最好价格 欢迎有兴趣的观众上额弯贷款官网 查询更多贷款注意事项 东西新闻李中瑶唐梦伟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